作为中国历史最为悠久的电影评奖活动 第24届荆棘百花电影节 于15日正式在吉林拉开序幕 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李雪剑低调现身发布会现场 而在随后的开幕晚会上 更有韩磊 黄岐山 谭维维等精彩现唱 为电影节站台造势 而在提名方面 徐克导演的《智取归虎山》 及徐安华导演的《黄金时代》 分别以9项提名和7项提名《领跑金鸡奖》 另外受王学斌吸毒事件影响 而供应无期的一个勺子也十分值得期待 陈建斌一举获得导演处女作奖 最佳编剧及最佳男主角三项提名 刘德华则凭借《诗姑》中的精彩表现 首次入围金鸡奖 与陈建斌争锋影帝 影后方面则以赵薇和汤薇的呼声最高 据悉颁奖典礼及闭幕式将于19日晚上举行 各大奖项都花落谁家 到时就会有答案了 小伙伴们敬请期待吧 又不全一乐 你最看好谁获奖 吉林报道 作为中国历史最为悠久的电影评奖活动 第24届金鸡百花电影节 于15日正式在吉林拉开序幕 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李雪剑低调现身发布会现场 而在随后的开幕晚会上 更有韩磊 黄岐山 谭薇薇等精彩现场 为电影节站台造势 而在提名方面 徐克导演的《智取归虎山》及许安华导演的《黄金时代》分别以 9项提名和7项提名领跑金鸡奖 另外受王学斌吸毒事件影响 而供应无期的一个勺子也十分值得期待 陈建兵一举获得导演处女作奖 最佳编剧及最佳男主角三项提名 刘德华则凭借《诗姑》中的精彩表现 首次入围金鸡奖 与陈建兵争锋影帝 影后方面则以赵薇和汤薇的呼声最高 据悉颁奖典礼及闭幕式将于19日晚上举行 各大奖项都花落谁家 到时就会有答案了 小伙伴们敬请期待吧 又个全一乐 你最看好谁获奖 吉林报道 小伙伴们敬请期待